为了博得眼球,男主把书包当成坐垫,从楼梯扶手上滑了下来,装模作样,令人遗憾的是,并未发生意外。 然而,一辆失控的货车却向他冲来,男主迅速反应,灵活地躲开了这场险境,幸免于难,否则他可能就要被送往异世界了。 他的跳跃动作虽然娴熟,但落地时有些尴尬。 不过,他那英俊风姿却吸引了一个女孩的注意,女孩心动不已。 第二天,男主的鞋柜里多了一封情书,让他措手不及。 幸好男主反应迅速,差点被青梅竹马洪雪发现。 在男主妈妈的请求下,洪雪负责监视男主,性格有些高冷。 接着,男主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了约会,女孩名叫春李美。 男主看到他甜美的笑容,心也冻了。 再加上他的深情告白,男主答应和他交往,并约定周末再见。 当天,李美如约而至,男主却为下一步去哪里而烦恼时,李美提出了大胆的建议。 初次踏入女孩房间的男主自然感到坐立不安,毕竟他只是一名懵懂的初中生。 为了消除尴尬,男主努力寻找话题。 然而,李美突然站起身来,开始脱掉身上的装备。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坏了男主,让他一时雨色。 他急忙劝说李美穿回衣服。 男主的小心翼翼让李美有些生气。 他毫不客气地推倒了男主,然后突然亲了上去。 男主因为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推开了李美,觉得这像是一场梦境。 他以为这只是一场整人的节目,开始四处寻找藏起来的人。 然而,床底确实藏着一个人,吓坏了男主。 同时,他的脸被刀割伤。 原来,这一切都是李美的阴谋。 被男主发现后,李美毫不掩饰地承认, 他的真正目的是来杀害男主。 男主陷入困惑之际,窗户玻璃突然被打碎。 一把手里剑落在男主面前,紧接着发出大量浓烟。 在烟雾弥漫中,一个人揪住了男主的衣服, 竟然是他的青梅竹马洪雪。 情急之下,洪雪将男主从窗口扔了出去。 男主以为自己要摔个狗吃屎,但意外地被一个隐形王捕捉住。 接着,有人冲出来把男主带离现场。 原来这些人是男主妈妈开的便利店员工。 还没来得及解释,敌人的车辆已经追了上来。 员工让男主系好安全带,一场激战即将展开。 他们利用汽车尾气掩护,同时投掷了十字钉。 虽然解决了一辆车,但男主的危险远未解除。 在男主清醒过来后,员工建议他先跑到人多的地方。 在员工的掩护下,男主成功逃到城镇里。 然而,令人感到诡异的是,城里的灯突然全部熄灭。 就在这时,一位警察刚好路过此地,男主顿时感到一丝安心。 正在男主向警察解释情况时,突然出现了一位神秘人。 神秘人拔出刀子,当场杀掉了警察。 鲜红的血迫使男主连退几步。 令男主毫无准备的是,身后还有另一名敌人,他被一拳打飞。 随后,男主被迅速绑了起来。 当男主看到倒地的警察,意识到自己的困境时,恐惧的泪水不禁流下。 突然间,耳边响起了打火机的声音。 原来是男主的叔叔石针赶来了。 敌人见到他的到来,不禁站立起来。 等男主再次醒来时,危险已经解除。 石针告诉他这里是你的老家,让男主快点上去。 进到里面后,在场的人都对男主鞠躬。 还默等男主惊讶完,男主的妈妈也来到这里。 原来男主并不是普通人,而是一位忍者。 他妈妈的高速服务区的便利店店长,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虚假身份。 妈妈继续把真相说了出来。 诞生于数百年前的忍者,通过改头换面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全国都还有着各自的人村,做着普通的工作,融入到社会生活之中。 忍者有着严格的规矩,通过遵守规则避免了忍村间的斗争。 在这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均衡,但是最近贾赫村想要破坏这种均衡。 在众多忍村中,贾赫村拥有着丰富的财力与现代忍术,他可以说是最为强大的势力。 现在已经查明他们打算吞并伊赫村。 也就是说,袭击男主的人就是贾赫的手下,他们会想要男主的命。 那是因为他是伊赫正统继承人,男主无法接受自己是忍者村少主的事实。 即使遭到暗杀,他依旧以为警察可以处理,却忘了忍者也可以伪装。 如今他们相信的只有同伴和自己,男主不知该如何选择。 时珍突然拉着男主出去单聊,他告诉男主要么当忍者,要么死。 男主有点崩溃,上一刻还在和学妹亲亲我我,下一刻却突然遭到暗杀。 现在又说不当忍者就要死。 时珍见状答应给他第三个选择,由他带着男主逃跑,直到风波平息。 他母亲说了,只要男主愿意就带着他逃跑,不管他怎么选择都没人会责备,毕竟男主身份暴露也是他们的错。 时珍表示男主父亲世上带头领,他去世的时候男主年幼,他母亲自愿以普通人的身份站出来保护着忍村,就和男主现在的情况很像。 他知道,男主此时会觉得自己承受着各种压力,但他母亲当年的压力不是现在的他能比的。 他独自面对这个死亡虚伪的事件,独自背负一鹤村的责任与义务,而现在他却让男主可以逃避。 时珍知道这么说很卑鄙,但他们的确对男主寄予厚望。 此时刺杀的贾赫留忍者依旧没有放弃,继续商量着暗杀男主的计划。 为了安全,男主需要暂时休学,转而去一所忍者学校。 男主看网上的广告就感觉很假,但也正因为假,所以普通人才不会相信。 而且校外的忍者绝对无法入侵,并且管理那里的是安忍,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可以确保男主在校期间没有性命之忧。 在70年前,所有忍村都被牵连爆发大战。 为了防止忍村再次争斗,从而出现了一个组织,就是安忍。 明天就要入学测试,妈妈为男主准备了高级肉排。 男主询问父亲是不是也是忍者? 他听说父亲是因为事故而死,难道也是因为忍者村? 男主即将进入忍者学校,但入学测验的地点只会在最后一刻通知。 男主忐忑自己啥也不会,他心中的忍者都会忍术,例如水炖火炖之术。 洪雪解释忍术不可能无中生有。 此时时珍接到电话,大吃一惊,原来考试地点就在贾赫村的地盘。 时珍让他放心,基本上忍者不许杀人。 男主无语之前差点死了好几次。 时珍提醒洪雪现在不许嫌男主麻烦。 两人进去却没看到有人带路,洪雪让他去找店员问忍者专柜。 男主话一开口,店员眼神瞬间吸力。 他将两人带到旁边的房间等待。 此时房间内已经有了不少人。 考官宣布,入学考试内容是模拟忍术的捉迷藏。 一人找一人藏,限时十分钟。 这考验的是隐藏者的准备能力,以及寻找者的情报搜集能力。 然而洪雪却轻易发现了隐藏者的伪装。 之后轮到男主充当寻找者。 男主开始慌了,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学妹也追了过来。 男主开始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隐藏店内的石珍杀掉了想要暗杀他的假贺忍者。 伪装的洪雪悄悄来到身边,提醒有其他假贺忍者也要对付他。 他和石珍会尽力帮他解决,但不知道对方会如何行动。 因此还要多加小心。 此时身后射来暗器被洪雪挡住,学妹身着隐形战俘在远方消失。 男主看着路上被牵连的行人,他知道此时只能考虑该怎么活下去。 而洪雪则跟着学妹来到卫生间,随后被其他假贺忍者牵制住。 学妹趁机离开,他发现了正在货架前的男主。 男主听到动静后,迅速按下警铃,假装火灾。 此时学妹的光学迷彩失效,他静止朝男主攻击。 洪雪及时出现,击退学妹之后,自己也赶紧逃走。 很快学妹就被赶来的安忍抓获,男主也因为考试时间超时而失败。 对方表示,要对付光学迷彩的方法有很多,但作为忍者要尽量避免引人注目才是。 男主不愿牵连别人,觉得那样做能让大家赶紧避难。 男主本以为自己已经死了,但石珍突然接到电话,通知男主测试合格。 针对男主的刺杀事件,安忍第一队队长找到贾赫代理头目。 他宣告学妹和同伙四人已经被逮捕。 代理头领是个坏家伙,直接甩锅那五人早已叛逃。 因此他还要感谢安忍帮忙抓捕。 队长表示最近的贾赫充满了威胁,如果再闹大了,整个贾赫都要被追责。 可他刚一离开贾赫大厦便收到消息,学妹已经死在了监狱,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人数。 上天入地全靠黑科技,只要有了装备,人人都是忍者。 男主为了成为一鹤人村下一任头领,也为了争取发育时间,他只能离家去往忍者学校进修。 他被带到了一个秘密的下车站,足足乘坐了三个小时列车。 随后他发现忍者学校竟然坐落在大海中的岛上。 男主刚一下车,就盯着对面的女孩看,洪雪对此一脸嫌弃。 女孩名叫梁子,也是这一届的新生。 男主以为这里的生活会很快乐,却被洪雪吐槽幼稚,等他回过神才发现洪雪已经不在身后。 转身又差点撞到了其他同学。 红发珠却认出了男主,眼神逐渐凶狠。 突然一个单马尾女生出现,假装和男主很熟,将他带走。 他看男主傻乎乎地就去招惹别人,差点就吓到了。 他提醒之前那些人是假贺忍者的精英小团体,他如果被他们盯上,之后的生活就会很惨。 少女名叫辉莉,在得知男主是一贺忍者之后,辉莉很吃惊,毕竟就连普通人都听说过一贺的名头。 不过现在都说一贺家道中落兵临灭绝。 新生入学里,校长提醒忍者要做到三原则。 不知,不杀,不反,总之就是不要在外面露馅。 随后,男主,洪雪和辉莉正好都在同一个班。 午餐时间男主想点贵的,辉莉纠正让他点最便宜的。 虽然难吃,但可以填饱肚子。 男主不解为什么这样,他提醒男主已经被人家盯上了。 假贺有钱人多实力强,因此连吃什么都要忍者。 此时假贺的人上来找茬,辉莉惹不起,先逃走了。 男主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啥。 对方认为男主在装傻,朱却拦住了他。 忍者必须彻底抹杀自己的心。 他见男主的样子似乎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他又告知假贺头领鬼神丸被伊赫忍者暗杀了。 鬼神丸号称假贺史上最出色的人者。 他不仅忍术无能能敌,为人更是有口皆碑。 他所思考的不再是假贺,而是想和所有忍村携手同行。 因此假贺必定会将伊赫彻底消灭。 之后男主发现宿舍比家里还好,灰力让他醒醒。 他们的宿舍在旁边,而且男女住在同一栋。 那边的宿舍也是假贺的。 晚上洪雪若无其事地来到男主房间,表示假贺之前是胡说八道。 他让男主不要浪费时间去想敌人说的话。 男主很在意,担心自己认识的人可能是杀人犯。 洪雪提醒他,可没时间浪费在这种事上,还不如专心训练。 这几个男人就很没品,几个人和起伙去抢一个女生的馒头。 一次实习课有两个班一起进行,他们要学习使用忍装和忍合的使用方法。 只有男主一头雾水,看着洪雪请客间完成便装。 男主很羡慕,但洪雪没有搭理他。 为了能习惯忍装的性能,他们需要前往前方的阁楼顶端。 校长带着馒头正在那里,每人都需要取个馒头作为证明。 去晚了的话,馒头就都被校长吃了。 眼看其他人上天入地,男主却无法移动分毫,引起假贺的人无情嘲笑。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男主会被当场退学,老师让他多拿出点干劲。 梁子突然来到他身边摸来摸去。 他解释学校发的忍装需要自行调整尺寸,不然的话会导致自身无法动弹。 很快梁子就帮男主调试好忍装。 此时男主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哪怕从山上掉下去,他也完全没事。 忍术全靠科技就离谱,所谓忍和就是忍者的忍拒,机关以及忍装的动力源。 一旦损坏,忍装就会失去力量。 梁子的忍村世世代代负责制作忍装,忍和。 因此见到男主这种对忍拒一无所知的忍者就来了兴趣。 男主打断了梁子,建议先完成实习再说。 此时朱雀和红雪先来到阁楼,朱雀使坏率先攻击了红雪。 他还挑衅以他的实力能够保护好男主吗? 返回的路上,朱雀和男主相遇。 他想趁机攻击男主,被紧随其后的红雪化解了攻击。 梁子表示,他们已经能完全发挥忍装的力量。 灰力返回途中被假贺的忍者包围,他们想守住带兔,半路摘桃子。 男主来到附近,发现了丛林中的闪光,随后找到了被打倒的灰力。 灰力无奈说出了实情,但他没打算报告老师。 因为校长说过,忍者只要不露线就行,男主却无法认同这种行为。 随即出现阻止了继续抢夺馒头的假贺忍者,并想要抢回灰力的馒头。 此刻校长一直在注意那里,几人也借着正当防卫的理由围殴男主。 男主知道正面打不过,于是试图毁掉其中一人的忍和。 他反被对方甩飞出去,甚至要对男主下死角。 校长适时出现阻止了他们,并提醒男主最好快点,馒头的数量不多了。 男主将抢回来的馒头还给了灰力。 已经返回的假贺忍者才发现,馒头已经不见了,知道一定是被男主拿走了。 男主将灰力交给了返回的梁子,他则继续前去完成实习。 妹子们都觉得男主是个很好的人。 等男主赶到的时候,还剩下最后一个馒头。 校长教育男主,忍之一字,上任下心,刀刃与心缺一不可,才能成为合格的忍者。 忍者世界就是会玩,考试成绩全看能不能提前搞到试题。 男主是个老实人,本想让梁子帮忙复习。 因为忍者专业术语太多,他连题目都看不懂,被洪学吐槽是个大傻蛋子。 灰力提醒,忍据考试考的是用忍据去偷考卷。 考试前老师会将考卷藏起来,他们要做的事找到并拿走。 他们一旦被发现,考试直接不及格。 而假贺忍者也想搞小动作,但为首的朱雀并没有兴趣。 此刻男主无奈,连自己的忍据都维护不好。 梁子安慰其他忍者,基本也是交给忍据将人负责的。 学校发的所有忍者装备,也都是出自他的忍村杂贺众。 他不管看几次都觉得非常骄傲。 梁子的梦想就是成为忍据将人。 他父亲身为砸贺众的头领,但从小开始就一直说不让他成为继承人。 父亲只希望他能活得像个女人。 来这所学校也是因为他的坚持。 但代价是毕业后他就要和忍者世界彻底划清界限。 他认为父亲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却无法忍受自己的意志遭到无视。 晚上,男主业不能寐。 这段时间他充分认识到忍者世界的麻烦,自认应该当不了一鹤头领。 时针叔叔或者洪雪应该更合适才对。 但一鹤和杂鹤众不同,他们注重血脉传承。 作为忍者,就算其他人有意见也必须遵从。 男主和三个妹子商量偷试卷计划,保险箱不止一处,所以要找尽量不引起纷争的地方。 此时有小忍村的学生也想加入。 自从上次男主制止贾鹤的同学以后,他们觉得自己也行了。 晚上,灰力几人负责放上。 梁子让男主来侦查内部。 虽然洪雪拒绝,但他想让男主体验忍惧的美妙之处。 他手中之物看似手里见,实则是无人机。 男主负责控制,梁子来看影像。 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男主操作失误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几人麻利地从窗外逃走,男主依旧拖了后腿,为避免暴露。 灰力只好扔出烟雾弹吸引注意。 男主三人则趁机摸进办公室,但没有找到保险箱的钥匙。 他猜测是被老师拿走了。 灰力三人被老师追得很狼狈,只能分头逃走。 随后遭到了假贺忍者的针对。 洪雪只好离开前去支援。 梁子取出自己研发的最新的开索工具。 事宜只需要一分钟,很快保险箱就被打开。 男主取得试卷之后,通知大家撤退。 假贺忍者得知男主得手后,便在洪雪吃惊的目光中离开。 等考试的时候,男主几人困惑了,考题和获取的试卷完全不同。 过后假贺忍者洋洋得意,肯定没人发现考卷被人调包。 梁子是个学霸,虽然考题不一样,但他还是满分。 男主无语,这个世界太不合理,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很奇怪。 最后几人还是暴露,被罚集体做卫生。 男主一脸轻松,只知道傻笑。 洪雪只好提醒他们,当中出现了叛徒,他们取得的考卷应该被假贺换掉的。 而这必须要知道,他们要对哪个保险箱下手才行。 因此肯定有人暗中通知了假贺。 这个男人身为最强假贺忍村的头领,却想创造一个没有忍者的世界。 因为忍者是暗中守护和平的存在。 当忍者消失之时,便是世界迎来和平之日。 他不愿看到像朱雀这样的孩子手染血腥。 然而就是这样的存在却遭人杀害。 怀疑对象则是男主所在的一鹤忍村。 马上到了忍者学校期末实战考试。 同年级所有班级一起大混战。 最糟糕的情况可能会出人命。 霍丽听说每年都有一两个人死亡。 因此假贺肯定会趁机向男主复仇。 虽然男主不想参加,但这次不及格的话基本就要被开除。 假贺新一代最强者朱雀对男主的杀意更是不加以掩饰。 而在校外实力雄厚的假贺,也在不停用金钱强行吞并其他忍村。 改变这一情况的是一股投领鬼神丸。 他采取的是和其他忍村携手并进的温和路线。 生前作为假贺最强忍者的他,也很受其他忍村的仰慕。 安忍西音很不理解,假设真是一鹤忍村暗杀的话, 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但此刻假贺已经全面仇视一鹤忍村, 双方距离战争也只差一层窗户纸。 一旦开战,普通民众将受到牵连, 因此他们必须尽快查清真相。 假贺代理头领一心想要吞并杂贺众, 为此不惜让手下使用强硬手段。 随后他找到朱雀父亲丹辽。 如今朱雀在忍者学校和鬼神丸一样优秀, 不像他只是一个体弱的废物。 他随时死掉都不奇怪, 因此认为朱雀有资格继承头领之位。 鬼神丸死后, 朱雀才理解为何他渴望和平, 因为他明白失去的痛苦。 期末考试时, 男主决定独自行动, 应连给朋友们添麻烦。 同时他也使叛徒束手无策。 梁子提供了最新的变装道具 帮助男主全身和声音都能伪装, 配合他的忍装。 洪雪决定在考试中主动出击, 他要解决朱雀这个任务。 男主担心如果他碰上朱雀就会必死无疑, 因此不同意洪雪冒险。 他认为洪雪虽然是忍者, 但他并不认同忍者世界。 他反感这种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生活方式。 男主心情不好地在校园里散步时遇到了校长, 校长邀请他一起喝茶。 男主问校长, 忍者是否就是刽子手? 因为他听说他父亲因为成为忍者而丧命。 他提到假鹤头领被伊鹤所杀, 还担心自己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 他对忍者世界充满不满, 他认为和平世界虽然没有战争, 犯罪和杀人, 却是虚伪的表象。 即使如此, 还能为此坚持奋斗的人都是英雄。 忍者之所以在暗中做肮脏的事, 就是为了守护和平的光鲜化。 曾经鬼神丸和他父亲问过相同的问题, 在听他说完以后, 两人得出同样的回答, 他们都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自从和校长谈心之后, 男主终于坦然接受命运, 拜托洪雪为他特训。 洪雪让他试着夺取忍和, 男主嘴上说没戏, 手上偷袭但无果。 他想在考试中活下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要正面和敌人冲突。 随后男主试图暗中找机会出手, 一旦失败就扭头不停逃走。 他让男主考试里随便抢一个忍和, 然后藏到考试结束。 洪雪将图纸扔掉后, 男主继续特训, 贾赫也在商量解决男主的计划。 虽然不满朱雀的计划, 但为了贾赫, 他们决定服从。 随着考试开始, 男主让洪雪遇到危险就跑, 自己则躲到预定地点。 很快贾赫忍者拿着男主的地图来到他的隐藏地点, 但他却中了他们提前安置的陷阱, 失去战力。 男主则找到了隐藏的叛徒, 说明地图就是故意丢的。 叛徒解释他没办法反抗, 贾赫威胁不听话就消灭他所在的人村。 随后贾赫收到消息找到了叛徒所在地, 叛徒试图偷袭来者却被对方化解。 原来双方都是坏家伙, 都经过了伪装, 来的贾赫忍者正是朱雀, 而洪雪面前的朱雀也是其他人伪装的。 对方表示和朱雀预测的一模一样, 他还说了这里的人一起上也不是洪雪的对手, 因此他专门准备了个大的招呼洪雪。 随着对方按下开关引爆炸弹, 强行带着洪雪同归于尽, 此刻男主被朱雀追杀得很狼狈, 他没有丝毫反抗的想法, 他知道只有一直逃才有一线生机。 朱雀愤怒为何一刻要破坏鬼神丸大人的和平? 他要让男主用死为鬼神丸赎罪。 男主说他才是杀人犯, 从来都没有正当杀人的理由。 就算在痛苦, 他也只能忍耐才是唯一的办法, 不然只会有更多人受伤, 他不愿看到那种事发生。 随后男主继续逃走, 引朱雀来到了提前设置的陷阱处, 无人机暗器不停骚扰着朱雀。 在朱雀应付暗器的间隙, 男主找到机会破坏了朱雀的忍和。 他虽然讨厌朱雀, 但也不愿意让他成为杀人犯。 随着考试中止的声音, 男主也筋疲力尽倒下。 等再次醒来, 妹子们都围在身边。 洪雪看男主没事之后再也坚持不住, 他虽然浑身是伤却一直陪在男主身边。 恢复的男主很在意已经不在班上的叛徒。 惠丽吐槽他这种性格早晚被人被刺, 而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为了不被贾赫针对, 惠丽偷偷找到朱雀球放过。 校外西音跟踪时珍来到了贾赫的秘密工厂, 他发现了鬼神丸的身体被拿来做研究。 时珍故意让西音看到之前的那些东西。 这个少女身为蜂魔一族, 自幼便被教导盗窃欺瞒, 杀戮掠夺, 想要延续家族血脉, 他就要用邪魔外道去欺骗所有人。 身为贾赫忍者的间谍, 徽丽暑假来到男主所在的伊赫忍村游玩, 一起来的还有工具人梁子。 就在不久前, 梁子所在的杂赫种产业发生大火。 不用猜, 他们也知道是贾赫做的。 为了继续生存, 头领父亲被迫接下贾赫的委托, 这个仇只能等以后再报。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梁子, 正好暑假时珍就得帮忙看小孩, 多一两个他也无所谓。 洪雪依旧提醒男主不要放松警惕, 今天是男主父亲的忌日, 他暂时没办法招待两人。 徽丽无所谓, 决定在宅子里探险, 实则却是为贾赫忍村探查情报。 宅子里的各种极端暗器很快被徽丽找到, 并偷偷将信息传递给贾赫朱雀。 朱雀一收到信息就找到父亲, 希望加入总工伊赫的前线部队。 父亲知道, 他为了守护没有忍者的和平世界才坚持到现在, 因此他不想让他掺和进来, 但此刻的朱雀只想遵从自己内心的愤怒。 与此同时, 安忍西英报告了在贾赫工厂看到的一切。 他猜测贾赫想用鬼神丸的遗体制造新型忍具, 他怀疑这与总工伊赫忍村有关系。 他认为当前更应该调查贾赫, 他觉得找到鬼神丸被害的真相很重要, 但阻止即将发生的悲剧更为重要。 队长认为这只是他的猜测, 不予采纳, 要求他继续调查跟踪时珍。 在去墓地之前, 母亲先带男主来到医院, 他见到了五年前李宇那因为任务昏迷至今的丈夫。 男主提起父亲曾经说过不愿当干脏活的人者, 母亲表示哪怕逃离其他忍村的人者, 前任头领也都可以接纳。 来者不拒, 去者不追, 他想用这种方式去改变忍者, 只不过终究未能实现。 前任头领是在和时珍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去世的, 因此时珍到现在还很自责。 他作为当代头领, 也一直在下达危险的命令。 李宇的丈夫就是执行他安排的任务出世的。 作为忍者, 总有一天需要背负永不消失的罪孽, 为此他希望男主能做好准备。 今天男主跑腿的时候才知道, 经常来的商业街全都是忍者。 老婆婆还为他准备了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钓一百条鱼。 此时, 妹子都换上了适合在河边的清凉装束。 原来忍者都是补鱼达人, 男主想知道灰粒钓鱼的秘诀, 他觉得同类钓法很适合自己。 将作为诱饵的鱼丢进其他鱼的地盘, 别的鱼会将诱饵赶出去而上钩。 作为诱饵的鱼会被所有同类讨厌, 就像他一样。 他表示父母是自由忍者, 因此地位低微, 只能依靠其他忍村。 没多久就会像被从地盘赶走的诱饵鱼一样。 父亲从小就严格要求, 不能相信任何人。 祖先便是亲信于人, 几乎惨遭灭族。 他会因为灰粒的玩具是朋友送的, 而不是骗来的生气。 作为风魔一族, 外人只会成为他前进的阻碍。 唯有谎言与欺骗才能保护家族血脉, 而他此生的意义只是将血脉延续。 男主却很感谢他, 刚入学时是他主动打招呼还帮了自己, 因此这才能让他感到心安。 所以灰粒才不是当诱饵的鱼, 而是会像孤单之人伸出援手的善良女生。 之所以需要男主准备一百条鱼, 那是因为今天一鹤人者将齐聚一堂, 缅怀钱袋头领。 男主表示大家都是好人, 为了一鹤做了那么多的事。 时珍出现解释, 他们都是为了献头领做的, 本意是为了给他妈打气, 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大机会。 就好比洪雪是被人遗弃的孤儿, 是被他妈捡回来当童养席的。 所有人要么是受了他妈的恩惠, 要么是单纯喜欢。 时珍真不是东西, 只给男主留了一条烤鱼, 他早已发现了隐藏的吸音, 对他而言大部分人的水平都很差。 他想知道鬼神丸真的是一鹤暗杀的吗? 时珍未做解释, 只认为这种问题很幼稚。 父亲继日, 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蹦迪就离谱。 男主很快就被围住, 他们说起前带头领去世的时候, 一鹤差点分裂, 多亏了他妈才让大家重新凝聚在一起。 当时就被称为修罗的时珍想要为头领报仇。 一鹤内部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 最后一致将矛头指向了时珍, 头领庇护了沉溺力量的时珍, 等同于是被时珍害死的。 双方即将爆发战斗之际, 他妈身为普通人却无惧来到时珍跟前, 给了他一耳光。 他清楚失去了想要守护的东西, 人就会迷茫。 但当前时珍需要的不是复仇, 而是该回想起需要保护的是什么。 他丈夫一心为了一鹤人村, 是为了给忍者带来和平, 让大家幸福才丧命的。 但如今他们的行为让他感到很失望。 当务之急不是复仇内讧, 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继承头领的一致。 男主第一次认为一鹤人村是个好地方, 虽然还没做好准备, 但他会替母亲一起守护这里。 故事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 事件的真相究竟是如何? 一直在男主身边的内鬼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